傍晚下雨天 视线不清天雨露滑 机车骑士穿着雨衣 骑在道路上疑似是有东西勾到 下一秒他竟然连人带车 向上抛飞 力道之大还扯下雨衣 在半空中飘 受到波及的汽车驾驶 吓坏了立刻停车查看 我刚刚看到就是 那个机车被电线绊倒 然后他就飞起来 然后有那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打到了挡风玻璃 不过造成骑士抛飞的罪魁祸首 其实是这辆车 新竹虎口周一晚上9点 这辆白色自小客车 沿台一线北上行驶 疑似是天雨路滑 发生水漂效应 一个大回转 撞断路旁电线杆 高达电线飞散对向车道 骑士行进时 刚好被天外飞来的电线半倒抛飞 一度还冒出火光 还好松一后 福大命大并无大碍 由台电人员清除道路 散落电线等障碍物后 道路交通恢复顺畅 本分局依规受理 并将持续厘清造势责任 事故发生后 封闭双向道路约两个小时 才选离通车 原本则是自撞电线杆 却没想到波及对向汽机车 只能说幸好骑士驾驶都没事 再次提醒下雨天 骑车开车真的要小心 民事新闻黄兆康新竹报道